今天来分享自制鸡蛋油面 一个全蛋加上一个蛋黄 再加上蛋液分量双倍的面粉 加小匙盐 搅拌成碎面絮 用拳头压面絮 使之逐渐形成面团 压好的面团醒10分钟以上 现在开始用压面机制面皮 从0到刻度3 反复压面折叠 中间可以采取多次写面的方法 使面皮呈现光滑的形态 压面倒刻度5 面皮就制好了 制好的面皮 两面都需要刷上面粉 这样是为了防止之后切面的时候 把面皮粘连在面刀上 面条切好了 现在开始煮面 煮面一定要宽水大滚 这个面条煮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到 把煮好的面沥干水 现在用冷水洗面 这是洗好面的 油面 加一汤匙油 把面条拌一下 就可以装带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喜欢的请点赞 谢谢